因為他的電話號碼 我怎麼打給他 立院龍頭選舉落幕 綠白陣營卻為了到底誰主動 喬龍頭護槓 民進黨指控柯文哲 主動打給一屆大佬陳永馨 遊說民進黨挺黃珊珊選立法院長 陳永馨也發聲明還原過程 但雙方癥結點在 到底誰先打電話提龍頭合作 以及電話對談內容 民進黨和陳永馨都稱 柯文哲可以無條件支持 民進黨副院長人選 只要挺黃珊珊當院長 柯方說法則堅持是民進黨來談條件 要支持黃珊珊就必須投蔡其昌 而民進黨堅持底線就是由錫坤 民進黨則是不投新潮流蔡其昌 柯文哲主席他只是表示說 他了解陳醫師的部分 他公開信息首先有兩個誤解 有中間人到柯文哲主席的辦公室 所以他才回電的部分 他明明有傳訊息給張金堅醫師 還有打電話給張金堅醫師說 變成是柯文哲突然打電話給陳醫師 柯文哲主席確實在1月31號晚間 致電給陳永新醫師 在這一通和陳永新醫師的電話裡 提到關於三昌配的討論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主動兩個表述 民眾黨對文字的理解 真的常常跟大家有出入 但民進黨發言人吳針恩 最初說法隻字未提有中間人 後來才改口確實有共同友人穿梭綠白 柯陣營透露中間人是廖子層林玉哲 根據瞭解都是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的人馬 另外民進黨前主席卓榮泰也主動和黃珊珊接觸 卓 林兩人也被點名是下屆隔魁人選 再扯出派系內鬥 讓民眾黨還有柯文哲成了被犧牲的人 是非是可以這樣顛倒的嗎 民進黨的發言人吳針原本信誓旦旦地說 是柯文哲先打電話過去 他們已經理解這中間的確是有中間人 所以他第一個自打臉 那麼卓榮泰前主席呢 他原本在臉書上說 他從來沒有介入過立法院長的選舉這一盤 但他昨天又改口了 根據掌握包含林玉哲和陳詠欣 不斷透過張金堅聯絡柯文哲 甚至還打給陳佩琪 柯文哲才終於回覆 而簡訊內容也強調無法投新潮流 沒有想到卻詐書電話門風波 也難怪一氣告上法院 記者林軒鋒 蔡平鋒 台北廠長報導 記者林軒鋒